在中共所谓建党91周年前戏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 承认中共存在四大危险 国内外的学者专家指出 党媒所承认的问题 是因为已经无法掩盖 但它还是把严重问题轻描淡写了 虽然中共现在面临的最大危机 就是解体和灭亡 人民日报的社论 虽然依旧自称中共伪光正 但也承认了他们现在面临着精神懈怠 能力不足 脱离群众 消极腐败四大危险 同时还有理想信念不坚定 作风不正 为政不怜等问题 旅美人权活动家 民主大学校长唐柏乔指出 中共面临的最大的危机 其实是解体和灭亡 社论上所说的四大危机 还都大事化小淡化了 它不仅是消极腐败 它是有意识的腐败 集体腐败 它把它淡化了 它现在不仅是脱离群众 这些群众要起来反干暴政 就在党媒发表这篇社论的同时 广东省中山市爆发了大规模的民众 反抗中共暴政的事件 数万老百姓用九瓶石块还击前来镇压的警察和军队 东南大学法学教授张载宁认为 中国的问题远远不止这四点 大陆网友针对人民日报社论发推特解读中国社会现阶段四大矛盾 其一是民众日益提高的智商和官员不断下降的道德底线之间的矛盾 其二是中央不停地喊着反腐败和地方官员拼命腐败之间的矛盾 其三是官员不断地公布真相和人民越来越不信任之间的矛盾 其四是官员口口声声为人民服务和人民越来越怕被服务之间的矛盾 7月1号当天 中共国家主席胡锦涛正在香港访问 而参加期游行抗议中共暴政的人们在出发前已经站满了五个足球场